我们就先做第一件事好了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要分析什么了 第一个我们分析 我们先教你各年分析好了 各年分析 因为大数据分析还有一件事就是探索 探索不晓得各位理不理解 探索就是说 我们要继续往下研究 好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各年的销售 那既然各年的话 我们是不是打开 我分析资料的习惯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决定好 我要的那个图表长什么样子 我要直条图还是折线图 例如说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第一个 选到这个直条图 我选好直条图了 你可不可以分析折线图当然也可以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年比较少的话 请问哦 我有四个年的资料跟二十个年的资料 四个年的资料你会用直条图还是折线图 还是随便 对不起 我的字典没有随便哦 我们可以为了那个 也许哦 你不相信 我们探讨基因的问题哦 差了0.0001 那就你知道差了多少个基因吗 好 所以那个PV 我们0.05对我们来说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都算到那个0.0001 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万分之一 好 那最重要重点是 我们现在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直条图还是折线图没有随便 如果如果四个资料点 因为我的资料我知道只有2013到2016只有四个年嘛 我现在是不是要做各年的要比较分析 没有人一刚开始又分析月或者是近 一定是先了解各年的销售额是怎么样 所以我只有四年的资料 所以我一定是放直条图 理由是什么 折线图的话就是一个很单纯一条线 也许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线 是哪一种斜线 想想你们是老板 你们是老板 你们希望哪一种线 对啊 一定是左下到右上 对不对 对吧 就是我 我例如说 假设你是学校招收学生的老师 你会不会希望学生越来越多 一定是这样子嘛 我们就希望销售是越来越多 可是只有四个点 这样画起来好像是一条线 这样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们会用直条图来去呈现 好 所以第一个我选这个群组资料图 接下来订单 用勾的 用勾的会吗 在这个地方请问你 哪一个跟年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日期 日期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有看到啊 所以我勾订单日期 然后再勾什么 一个文字资料选到了 再选一个什么资料 数字资料 这边数列 销售量 所以如果我是 我是谈招生 招生当然是跟数量的绝对关系 那可是我现在谈的是 各年的销售 所以我就点销售额 马上算出来 好 对不起 这个太简单了 所以我要 我要请你们养成一个习惯 我要请你们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这个字啊 有看到吗 这个字好小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请问刚刚那样子的一个交响 我只有点三个地方嘛 第一个是不是点这个 很简单哦 这么多种四角化图表 你随便选一种 也不是不是 我就跟你讲没有随便 第一点它 群组直调图 第二订单日期 然后第三销售额 是不是就画出这张图 然后可是 我比较倾向希望你们学会 就是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所以点选 这个 这个是设计 我要哪些栏位的配置 这个是格式 格式麻烦 请把这边是不是X轴 请把X轴 这个直色大一点好吧 大一点 请让财 就是看财务报表的人 能够舒服一点 还有请问你Y 还有这个 我觉得X轴的颜色 颜色 色深一点 我还是喜欢黑色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Y轴 刚刚有X轴吗 好 那我们先来看Y轴 Y轴麻烦请把这个字色大一点 字色大一点 然后这边有看到色彩 改成黑色 对不起 我改错了 我要改的是Y轴里面的色彩 是黑色 好 那你不用刻意 你不用刻意说 这个后面为什么不呈现六个零 这样子的呈现 是视觉划分析的特色 一目了然 四百万 如果很多个零 还要别人去算 你总共几个零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四个百万 这是从英文来的 大陆人虽然也讲什么几个亿 这都是从英文搬过来的 几个千 几个百万 OK 提供根本参考 可以吗 好 所以我其实只有 这边你要是听不懂 只是格式的设定 但是我觉得 这边这张图把它做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画 纸条图 然后来去做各年销售的分析 所以我们从 如何做资料分析 建立一颗思考 就是会分析的头脑 这真的很重要 再接下来 画图了 就会分析了 这边的头脑 就会分析了 感谢观看